進行大改革的行政總裁阿桑 研究米芝蓮評級多年 食盡世界各地的米芝蓮餐廳 陳俊偉是米芝蓮的專家 他是旅遊飲食寫作人 報章雜誌專欄作家 作品橫跨中港台 他也是美食大賞評判 電視台飲食顧問 日本關西觀光大使 最重要是他請來節目的嘉賓 都非同小可 各位,有請陳俊偉 世界非不盡,環購星圓 來自星星美食,主持陳俊偉 帶美食盡迷EGVD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來自星星美食 有個主持陳俊偉 今天的嘉賓就是Leo Chan 大家好 不好意思,節目預告未出 因為小弟還在忙其他 剛才我已經很早出門口 但還是很遲才回來公司,很奇怪 所以未出節目預告 還未告訴別人 今天你是我的嘉賓 那又有點神秘 神秘得來,很熟悉 你最近都經常到處走 在我們電台上 也是 剛剛聽到你的宣傳聲帶 在幫旅遊中搞私利蘭卡 反應還可以嗎 應該還可以 我們之前一直跟隨其他團的客人 因為他們想了解當中 始終對這個地方 他們想深入了解多一點 因為是基於個人的想法 包括宗教、安全性 所以他們也有幾個客人 直接打來找我 了解當中的行程 所以有些朋友如果想直接接觸你 和你聊一些行程上 了解多一點的話 是有辦法的 之前有跟我們通訪 他們知道如何聯絡 始終我們的行程 有時候寫得不算很詳細 在一張紙裡哪裏說了那麼多 還有一些朋友 有很多個人少少的需要 所以這些可能要和你探討一下 或者找到我們公司的資料 如果找不到不可以先找蔡蔡子 沒錯 就是這樣 除了你幫我們搞私利蘭卡團之外 也有我們星星未吃的頭彎之類 沒錯 偶發先知 這次已經有14個人報了 現在已經有14個人報了 太好了 我們預計的tour 也不會是很大的人數 因為設計了我們所說的 是luxery那種三座位式 一排有三個座位式的旅遊車 其實坐大概22人 就是一個最適當舒適的人數 比例 對 所以看看如何 抗爭的14個人 即是說如果有兩個人 所有團友都會減到800多 800多 880、860 我不敢說數字 我整天都弄完了 好似我最看了是880 對 880 盡快補名 我們應該還有4至6個名額 4至6個 都不是很多 你們報了之後 可以令大家之前已經報了 大家都可以 都要訂桌吃飯 其實大部份都已經訂了 最近的都已經訂了 米資源兩星的都已經訂了 沒錯 還有台灣女廚神的餐廳都訂了 今天我們也可以說台灣女廚神 但還未說之前 關於這個行程上有些什麼 你還需要向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有些東西改了 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都放很大的比重在吃 亦都不想令整體的價格更加超越二字頭 或者整個價錢 所以我們中間都微調了一些東西 微調是包括你 包括我們 包括在利潤上壓縮一點 還有就是整個行程中 我們不想把酒店太降歸得很重要 所以將其中原先想住在太陸閣 住在精英的酒店 就剪掉了 然後轉回在花蓮連續住兩晚 如果是那裡的累費就不止這樣 沒錯 因為那裡那一晚是貴的 但是貴得來又要再搬多一次酒店 我們寧願上去玩完之後 即日回到花蓮繼續住之前 入住那晚同一間酒店 當然其實在太陸閣上面的那間 精英酒店 其實我住過四次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住 很漂亮 但其實也很貴 如果一住的話 這個旅行程本身的費用 這個團友團費 基本上要多加一千兩二千 一千元左右 但不少過一千元 還有上面要包食 所以另外又要多一點 所以負擔很重 一闊三大 上面一定要在酒店吃 他們指令的 如果不是沒有地方吃東西 沒錯 因為在山谷上面 所以這次我們就著重於 我們的遊歷和吃東西 一路走一路吃的體驗 酒店方面我們就不住得那麼頂級 但我們住的酒店全都是不錯的 有好處的 好處就是我們中間少搬一次酒店 亦都節省了個費用少少 整體來說玩的地方沒有少 所以都可以了 還有我們住在酒店 現在台東住哪一間 台東我們很大的可能 都是住在資本世紀 那也有溫泉 我們盡可能都安排大家在資本這個區 因為它是台東出名的溫泉區 也可能有的 而花蓮有溫泉嗎 理論上是嗎 花蓮沒有 花蓮應該是沒有的 花蓮那兩晚之後 再到宜蘭那兩晚 又是有溫泉的 所以挺好的 沒錯 已經算不錯了 到台北我們住一晚 台北住一晚 其實有些朋友說 如果我想留在台北 可以轉機票當然了 轉機票就涉及要加少許費用 因為這個費用不是給Leo的 是給行公司的 沒錯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 雖然不是團飛 是一個省的飛 但因為我們是用一個 投票的價格定位的機票 公司設定了一個機票有效期的上限 是前後只有八天 即是由出發那天起計的 純數八天 即是我們的行程 其實剛剛好是八天七晚 剛剛用盡的優勢 但當你一改機票的時候 要延長到一個更高的定位 就要把機票的有效期延長到14天 變成那裡航空公司會收到多少錢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千多元在歐洲的線路或澳紐 就不是很大的比率 但以台灣的比率是很大 所以自己判一下 如果要報名的話 要打給Fanny 22971998 重複22971998 我們大約還有六個位 有五十條線 我有兩個朋友都在考慮中 如果他報了就少了兩個位 還有兩個剛去完日本回來的 兩位都有考慮中 現在還不在 到時候這麼多人報 都要想一想 我們那天預訂了派Fanny room吃飯 要想怎樣去拆掉它 但好幸好人數差不多 其實就可以拆兩張桌吃飯 而且今年也是整體 因為現在秋天的時間很長 我相信在香港近十年八年 很少會感覺到今年的秋天 好像存在 旺年是熱到你覺得整個秋天都不存在 今年其實很有秋意 當然大家可能因為整體社會上有很多原因 未必有用身體去慢慢感受大自然天氣的變化 今年因為整體來説 入冬也好像很遲 所以到12月我們估計 至於台東或是花蓮都好 氣候非常好 應該還是很有秋意 天氣會多冷多熱 其實暫時都不知道 我們都要出發 前一星期才知道 這只是估計 但我們有一餐在台東會在山上吃 我想那天會特別冷 而且那天是戶外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點 可以接受的 海拔好像是六百至八百左右 其實理論上台東冬極有限 有人說是溫暖的 但你上到山 有山風和戶外 所以環境變遷比較多 但我想穿多件風衣應該沒問題 因為也很遲了 我剛剛在日本從九州回來 去了一個在九州很出名 看紅葉的地方 但也未是很殘忍 今年是 所以整體是遲了 我剛剛在京都回來 十月底當然沒有紅葉 有少許的以往 但這次是沒有 只剩下一兩棵樹有少許紅色 四分之一的樹轉了紅也未到 黃就有一部份 去到台巴更加不用說 應該會挺熱 每年都是 十二月很少會很冷 所以在花東中谷裏面 因為我們有幾個地方 在說池上這些 其實都屬於花東中谷裏面的陣 應該深秋的景色 到那段時間便會很濃 所以大家都是帶著漂亮的相機 或是一個可以攝影得很好的手機 所以非常之好 大家可以慎重考慮再報不報名 我們現在的團費是多少錢 如果再來報名的多兩個人 因為現在已經有14個人 暫時是多少錢 暫時是19180 我這樣說 電視打出來的 19180 錯了就賣臭才智 現在我們有14個人 假設再有人報名就會去到 是嗎?15人就已經 16 16 哦 蔡上子寫錯東西 不是 她的以下 不是 她寫15人以上 應該是16人起 16人起 現在8300元 已經連同贊助這個家有2000 大家有時都會想 為何去台灣不貴 其實有些人知道 聽說我們住了七萬 餘 termine 七萬八天 二來我們的車分由高雄 帶到我們去台東 不只是車 車加導遊加司機 三樣東西 一起帶我們去高雄 台東 花蓮 泰國 宜蘭 然後再去到台北 再去到機場 因為整理的課程 完全不能用只台北和周邊 五日四晚 因為我們要安排司機和導遊的酒店 所以這種玩法是比較貴的 但還是免有所值的 很少外面的旅遊會有四萬溫泉給你們浸泡 也是 因為我們是順著玩大戰的景色為主 也是選擇最好的深秋季節 亦適合浸溫泉 因為香港人很多時候知道日本浸溫泉很出名 但你跟他說夏天都可以浸溫泉 他有點抗渠 因為他覺得熱啦啦浸溫泉好像不太適合 但其實他不知道 溫泉在日本人來說其實沒有什麼季節 只不過冬天當然有個別有景致 或者冬天的感覺比較好 你知道日本人夏天都很熱愛浸溫泉 對他來說任何時間都可以浸泡 所以跟我們的態度有點不同 所以這次如果搞得好 將來我們也可以搞一些台灣溜溜之類 一些大家比較覺得自己去很煩 但跟我們去就方便了 這些行程 台東有很多東西玩的 也有很漂亮的風景 上次我們也有說過 今次說吃我們就說說台北 我們知道台北只是去一天而已 但台北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我們會介紹一下我們會帶大家吃的 也有些可能是說我們其實都沒有時間帶大家去 但我們提議你們去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又或者第二天可能我們搞一些台灣之類 可以在台北留來一些 也可以帶大家去試這些店 其實也跟蔡蔡都在談 譬如台灣經常都搞 第二我們都可以轉另一個模式 我們可以做一些小眾的tour 他可以帶出他們有哪幾個地方他們很想走 有哪幾間餐廳他們很想試 我們嘗試幫他提早聯絡 嘗試 去預約 不一定可以的 沒有那麼多要求 就變成一個只要一地 天數會比較少 他可以自己選擇 在最便宜的機場有效期 我剛才說了八天有效期 他自己去安排一些自己的活動 相對來說整體的屯匯又會低 他玩的天數沒有少 他整個假期可以因應他自己的時間編排 變成很有彈性 而且Course也比整體便宜 可以進一步 我們聽這首歌回來之後 繼續我們的節目 這首歌是張宇生的 這是我的未來不是夢 那你為什麼會選這首歌呢 我們聽之後回來說 好嗎 沒問題 時間關係不好意思 待會繼續我們的節目 好